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屁屁 看完这礼拜的演员请就位二 我觉得节目组必须得给儿道和小四加钱 因为如果没有尔东生手撕郭敬明这场大戏 这礼拜的节目可谓是毫无看点 四个剧目在我看来应该是演员二舞台 至今为止最无聊的几场演出了 除了赵薇的三体公司算是合格 其他三个导演的戏感觉就是随便存在一起 各种的不走心和漏洞百出 首先郭敬明的《我的心情》太多情节不合理了 一会儿我细说 然后陈凯歌导演的剧里面是生生把人敏调教成了八点党女主播 王强的这个演法也是 如果我们这边只看画面还以为他是变态家宝男 尔东生则是早早地对他的戏就处于一种放弃的状态 接下来具体说说尔东生和郭敬明这场大戏 这应该已经不是小四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和其大家宾起冲突了 我印象更深的是好几年之前 他在最强大脑里边质疑北大教授问昆凌 在给选手的项目打难度系数分的时候不公平 当时还被魏昆凌呛说怎么感觉是跟个女人在吵架 结果把小四呛得愤然离析 当时魏昆凌说小四项女人主要是因为郭敬明开始翻旧账 一一列出舞台上曾经来过的选手来跟魏昆凌距离力争 方氏就跟他之前和李成如狡辩的时候一模一样 就是高密度的讲出让人很难反驳的一堆真理 哪怕他的论据其实并不能支持他的论点 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不善于辩论的人的话 就很难一时间发现他的这些逻辑漏洞 李成如就是吃了这个亏 尔东生导演不知道是不是意识到了小四是一个非常会狡辩的人 所以他撕郭敬明的方式是不理他 直接打断根本不给他长篇大论的机会 这因为我们看到当郭敬明开始点评的时候 他已经做出了要开始抛专业词汇的架势 说自己归纳出来三个层面 什么困惑不满还有遗憾 接下来要一一解说 然后说表演不能只靠堆切台词 更多的时候是要靠感受靠动作靠眼神靠抉择 就是又开始进入了要丢真理的模式 这边我还注意到了黄毅也是继封月之后 第二次给出了他专属的不屑小四神情 那我们的尔东生导演当然不能任由他这样乱带节奏了 所以瞬间掌握了主动权 他先是果断地打断了郭敬明 让他停止嗶嗶 后来郭敬明还试图掌握回话语权 说什么 儿道你不要生气 我刚才想表达的是 刚才那个空间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我还期待更多 就是又要开始长篇大论了 好在尔东生没有上套 直接又再次打断他反问 那郭敬明你的那个表演体系 是什么表演体系 这个问题直接给郭敬明干懵了 估计他心里的OS是 妈呀表演体系 只是我刚才随便丢出来一个 听起来很专业的词汇 你怎么就深究了呢 然后他的回答明显是弱调了 肯定不是他想要表达的那种 很专业的姿态 所以在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郭敬明就彻底尾掉了 之后对于尔东生导演的所有问答 他的回应就只能是低头点头 表示默认 表示明白明白 但是我们的尔东生导演呢 也没有因此心软 估计他是铁了心 要给郭敬明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 这个舞台上哪个导演 不比他自立身 比他懂得多 只不过没有拿出来炫耀罢了 然后尔导就开启了 屏蔽郭敬明模式 开始了自己的点评 他先是数落了一遍 三个老资历女演员 算是间接承认了 确实剧本的编排 还有演员表演是有一定问题的 但最后落脚点还是在 今天如果要有人来挑战我的演员 那我来保护你们 我们要来跟他争论 这就是点名给郭敬明听 我刚才也说了 我们作为局内人 都是互相了解的 知道只给两天时间 还有很多外部因素 导致没有哪个导演的作品 是完美的 那这种情况下 郭敬明你为了秀自己的水平 而拿我的作品开泡的行为 我是肯定不能吃哑巴亏的 最后他直接戳破 郭敬明在上台之前 跟其他导演打好招呼 说你们要手下留情 不要朝着我 所以要本明的态度就是 我今天发飙并不是拒绝承认 我的作品没有问题 而是因为郭敬明讲话 没情商没脑子 然后我们再回看一遍 尔东升导演从头到尾 哪怕他言语上软弱了 比如承认自己的演员有问题 从洗手间回来的时候 跟导演还有观众道歉 还有后彩的时候 说自己情绪管理失控 但是他从头到尾 行为和气势上 完全没有半点软弱 离开的时候是大踏步愤然离场 回来的时候 跟郭敬明握手 也是干脆利索 非常有气势 直接给郭敬明震慑到深人泪下 我感觉尔东升导演 给我们解锁了 在现实生活中 如何对付那些 能够巧言善辩 会诡辩的人的方式 那就是不给他们巧辩的机会 直接气势上压倒他们 那郭敬明批评 女人家这出戏 本身在不在里呢 我觉得是在里的 因为女人家的编剧 确实太草率了 感觉就是几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演出的一个拼牌 最后再加上像春晚一样的 张岳的一个街舞秀 但我觉得造成这个结果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部戏 凑了三个老资历的女演员 马素霓虹杰还有黄毅 三个人都是对很多细节 比如台词怎么讲 走位怎么走 非常天池己见 不肯妥协 儿道好不容易啊 带着我们四个女的 我改台了 我写了 杰了也能离 离了也能截 离了截离了截 慢慢你就理解了 他这是一个 他是一句那个上下承接的 一句词 如果你要把它不要的话 那那句词我们就要 重新全改掉了 因为这是咱俩配合的 一句词 你是踏破铁鞋 无名水 得来全部费工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说那句 这句词我说的 没有感觉 而且三个人自始至终 都在拿着架子 不像其他组的演员那样 就完全听从于导演的安排 他们三个感觉就是 我是老戏骨 这出戏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随便也就能搞定 这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其他三个组的演员 在彩排的时候 就已经做到完全脱稿了 而陈凯歌组的几个演员 甚至是在排练教师 对稿的时候 就已经做到脱稿了 因为他们对导演 对这出戏都怀着敬畏的知心 是在认真准备的 那反观尔东升组的 几个女演员呢 在表演前一天 最后一场彩排的时候 还没能做到脱稿 还要看一句才能念一句 而且当时 还有很多台词和走位 都没有敲定 他们的状态 也是处于一种 在嬉戏打闹的态度 所以尔东升看了之后 就已经是一种放弃了 觉得无药可救了 你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 这种情况下 演出不好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哪怕小四 你不说人家儿道 自己也知道 但是小四在点评的时候 哪怕连象征性的 表扬一下都没有 就直接要开启 炮轰模式了 而且他情商最低的是 他原话说道 我不喜欢这个作品 而且原因主要跟远言 没什么太多关系 那跟远言没有关系 不就是导演和编剧的事了吗 他这等于是 指着尔东升的鼻子在骂 这不是找销吗 再有哪怕女人家的编剧有问题 小四也是没有立场来吐槽的 因为小四自己 我的心情也是 千仓百孔漏洞百出 比如刚开始当和场戏 推开那个沙发 把燕子东拉出来以后 他居然就悠然地走回了原位 一个正常人 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孕妇卡在那儿 是不是都应该过去搭把手帮个忙呢 哪怕在旁边观望着 随时准备帮忙也更合理啊 然后燕子东在沙发上一坐下来 就立刻瞄到旁边柱子上有水 奔过去就抢 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 被拒绝了再抢呢 然后丁程鑫吃退烧药 都不能退烧的情况下 用湿毛巾热敷怎么可能有用 而且在水资源紧缺的时候 自然水当然是要留着喝 而不是用来热敷了 然后何场戏在地上抽搐完以后 做起来冷静地分析到 自己得的这个应该是破伤风 而且推断出来应该壁挂无疑了 所以他就得出结论 要主动离开 等于去自杀 把自己的弟弟托付给这个素位平生的人 这个刚才还刚刚和他 抢了水和面包的人 他哪来的信息 这个陌生人就能把自己的弟弟照顾好呢 再有丁程鑫的腿明明 已经被压了两天 受伤严重 后人居然站起来了 还能跟燕子东扭打在一起 再有最后 就是当救援队 没有意识到他们存在 将要离去的时候 丁程鑫放在旁边 那么大一块石头不敲 而要爬十米去敲那个钢琴 我理解敲钢琴的桥段更打动 我也确实因此被打动了 那是不是应该安排他先敲石头 声音没被听到 再爬过去敲钢琴比较合理呢 总之太多太多不合理的地方了 我觉得我要再认真想想 再多想出他二十条来 肯定不成问题 我记得有不止一位导演 都曾经在 《演员2》的舞台上提到过 当那些年轻演员 没有太多资历的时候 他们选角色 最好尽量选 跟自己本身形象更贴合的 这样比较容易成功 那同样的道理 是不是也适用于导演呢 郭敬明导演 在选故事的时候 是不是也尽量选一些自己曾经有过经历 有过体会的来编写 比较容易能够驾驭呢 我感觉他在写《地震》这个剧本的时候 就是拍脑门想出来一个 感觉能够打动观众的点 但是他没有想到 把一个点一个想法 拍成二十分钟 真实自然完整的故事 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他可能需要采访很多人 看很多纪录片 这不是他在家拍脑门想能想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剧情上的不合理 所以才有我们看到他们在彩排的时候 怎么演怎么觉得感觉不对 几个演员才会觉得演得很辛苦 我们也看到小丁最后在舞台上讲 好难啊 我觉得好难啊 然后由衷开心的说 终于演完了 我终于再也不用演这个了 我好难啊 感觉几个小朋友 虽然很被郭敬明照顾 大家也很相亲相爱 但是这些不合理的剧情 确实让他们面临了更艰巨的挑战 这么多不合理的地方 其他导演不是瞎的都能看见 但是因为大家上台前已经打好招呼了 所以没有人跳出来大肆批评 赵薇和陈凯歌甚至还变着 法的找方法来表扬郭敬明的作品 陈凯歌居然都提出来了 很佩服何场熙还有丁程鑫 能够打破自己的偶像包袱 来塑造出这么灰头土脸的形象 拜托 妆发不是一个演员最基本的要求 而且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嘛 更何况他们俩长这么帅 在土的造型又能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这期节目 郭敬明除了低情商的挑衅 而多声导演 其他表现还都挺好 挺感人的 我觉得他做的最好的就是 他对自己的演员 真的是保护到极致 敢于在其他制片人 跳出来挑战他的演员的时候 能够承担责任 而且能够承认说 这是他导演是编剧的问题 来保护他的演员 我们看他在给演员进行指导的片段的时候 也能看出来 他是真的很希望帮助这几个小朋友成长 又很认真 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再有就是最后 当他分配分数的时候 居然做到了一碗水端平 没有再偏袒和敞心 而且他甚至讲究策略的 给丁程鑫的分数低一些 为的就是能够做到全员晋级 这些都是挺好的表现 只可惜被他一个低情商 全部抹杀掉了 那这期演员请求卫二的点评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小屁屁 我们下期再见